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分公司的Miro 今天的云课堂我给大家分享的产品是红参丹 高丽参因其产地而得名 韩国古时候成为高丽 因为气候和土壤特别适合种植人参 因此生长的人参品质优秀 效果显著,驰名中外 一千年以来作为守护韩民族身体健康的产品 说起红参,大家都有所耳闻 红参不是一种人参品类 而是参的熟制品 其加工方法是经过浸润、清洗、分选、蒸制、晒亮、烘干等工序加工 就得到了红参 相传万历三十三年 诺尔哈赤为了人参便于储存售卖 就发明了这种人参主晒法 所以红参的这种制参工艺 相比其他工艺要更加坚固、紧密、更好储存 同样它也具有滋阴、补气、强身、溢血、生金、安神的功效 另外,红参在争执的过程当中 因为热处理会发生化学变化 成分上也相应有了变化 这些成分对于阴盛阳虚的人群有很好的条理改善 2016年一直致力于寻找优品良价产品的爱多美 发现了红参丹 红参丹是源自韩国产的百分之百纯红参制品 为众多的消费者带来了健康福音 红参丹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红参丹是韩国百分之百红参颗粒专利产品 它的核心技术就是没有添加其他任何食品补充剂 由97%的红参浓缩萃取粉和3%的红参干燥粉构成 制成了百分之百纯红参的制品 也几乎没有水分,是纯粹的百分之百红参制品 第二个特点,红参丹采用单条包装 便于随身携带,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轻松食用 非常的方便 第三一点,红参丹采用人丹型的红参颗粒 非常易于食用 我们运用微胶囊技术提高红参颗粒的溶解性 在冷水温水当中都可以溶解 同时我们还运用超微粉碎技术 提高红参颗粒入口即溶的质感 浴水即溶 那关于红参丹,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多的疑问 在这里我给大家进行一些说明 首先是关于红参丹的选材 究竟是选择四年根参还是六年根参 其实在开始选材的时候 我们就面临了这样一个难题 因为市场上的产品大多采用六年根 主要是由于传统工艺的局限和大众的惯性思维 对于四年根参的具有存在偏见并不认可 但是 爱多美的研发人员对于四年根参和六年根参进行了对比 那些象征着红参功效的指标成分 像人参造肝RG1、RB1、RG3含量之和它的数值没有什么分别 也就意味着四年根和六年根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个就得益于我们现在人参的栽培技术的发达 以及栽培环境的适宜 所以栽培四年的红参也完全具备了过去栽培六年的红参的功效成分 这个在很多的学者发表的论文当中也得到了证实 普通的人参造肝含量一般是每克当中含有0.5毫克 而我们的爱多美红参丹产品当中 人参造肝每克含有20毫克这样的高浓度和高含量 第二个问题就是吃红参会不会上火 人参是大补的食物 但是有的体质虚弱的人如果要进补 并不适合选择大补的食物 特别是针对于体质虚弱的人容易出现虚不受补的情况 而红参在争执的过程当中 因为它的热处理作用 使得人参中发生了化学变化 成分有所改变 所以红参相对于人参来说 其药效更加的温和 起到温补的作用 所以更常于补充元气 适合很多的人群广泛使用 第三点 红参丹产品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使用呢 比如重视日常保健的人群 经常加班感到疲劳的人 动不动就感冒整天萎靡不振的人 还有是需要大量消耗体力的运动达人 另外我们的红参丹包装非常的精美大气 也非常适合的走亲访友的人群 是送礼的佳品 食用红参丹的过程当中 大家有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 红参丹是营养食品 不是药物 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第二 若有过敏体质的人群 请先确认成分后再进行食用 第三 孕妇 哺乳妇 以及幼童 禁止食用 第四 患病服药期间 或者是体质特殊的人群 请先咨询专业的医师后 依照其指示再进行服用 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已经忍不住想来品尝一下红参丹了 在我们的家里边 我可以用漂亮的茶壶 漆上一杯 优雅地在家中享受休闲的时光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在包里面放上一条 将它直接溶解到我们的瓶装水当中 这样在家在出门旅游和健身的过程当中 都可以方便随时的补充 来保持我们满满的精神状态